大家知道清朝也曾有过这样的例子 大家知道清朝灭亡之后 那些格格们都去哪了吗 他们最后都嫁给了谁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剩下的六名女子 在清朝灭亡后 到底是怎样生活下来的吧 第一名格格 清朝政府当时为了进行政治联姻 把她嫁给了宛容的弟弟 而宛容则是嫁给了皇帝溥仪 这种婚姻在古代是十分常见的 两个家族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经常会进行这样的政治联姻 一般这样的婚姻 是没什么幸福可谈的 基本上夫妻二人都是相敬如宾 互相尊重的 虽然两个人之间没什么感情 但是也可以客客气气地过完这一生 可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因为政治联姻而结婚的二人 在婚后竟然意外看对眼了 所以两人在结婚后 生活的还是比较幸福的 第二位格格在当时 嫁给了满洲总理大臣的儿子 虽然他们也是政治联姻 但他却没有大哥个幸福 这个格格在婚后 跟自己的丈夫始终相敬如宾 然后随着清朝的灭亡 开启了悲惨的一生 这位格格因为没有生活技能 只能靠乞讨度日 这样的落差 不要说这位格格 就是换做任何一个人都接受不了 第三位和第四位格格 在当时都嫁给了军人 在当时都嫁给了军人 他们的夫君结婚之后没多久 就去前线打仗了 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在这十几年中 这两人只能独自带着孩子生活 谁知在战争结束之后 只有一个格格的丈夫安全回来了 而另一个格格的丈夫 则战死沙场了 第五位格格相对来说 就比较幸福了 他在当时嫁给了一个大臣的儿子 虽然在清朝灭亡之后 这位大臣也受到了波及 但好在他们家的家底破风 所以靠着夫家的产业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 他们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所以在清朝灭亡后 他们一家过得比较幸福 大家知道清朝灭亡之后 那些格格们都去哪了吗 他们最后都嫁给了谁呢 第六位格格过得也是比较幸福的 他并没有跟其他格格一样 进行政治联姻 而是嫁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两个人因为相互喜欢 所以在婚后过得非常幸福 不仅如此 他们这一家在结婚之后 都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 一家人生活得开心快乐 简直献杀旁人 以上就是六位格格在清朝灭亡之后的生活 从这六位格格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即使清朝灭亡了 但依旧还是有贵族的子嗣流传了下来 而在我们生活中 就有几个公众人物 是古代贵族的后代 就比如钢琴家朗朗 和国民闺女关晓彤 以及好声音上的评为那音 如果把他们放到古代 他们都是隔个辈子之类的存在 虽然他们祖上的身份 都非常显赫 但因为他们生活在当今社会 所以便和其他公民都一样 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权利 而他们的存在 可以更好地向我们证明 历史上的人物和朝代 是真实存在过的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了 但即使是这样 大家在想起他们的身份时 还是会发出感慨 感慨当今社会的好处 同时也非常感谢共产党 如果不是在他们的带领下 我们还不知道 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点赞和评论 期待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